近日,自风马修事件之后,杨颖迎来了一次高调的时刻,那就是她的35岁生日,因为社交账号已经全面解封,这次她的35岁生日颇为重视,然而这次生日的热闹表面却暴露了她在内部娱乐圈的人走茶凉现象。 杨颖的工作室和她本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发了生日文案,在她的生日动态评论区里,虽然人气依然十分火爆,转发数高达100万,点赞超过66万,评论也达到7.8万,但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来自于杨颖的粉丝,这表明杨颖的粉丝对她的支持依然十分坚定。 然而,截至目前,还未看到有任何圈内明星为她送上祝福。杨颖曾是内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八五花顶流之一,往年她的生日庆祝活动风光无限,在娱乐圈,她与杨颖、妮妮以及张大大等人被公认为八五花好姐妹。 往年,杨颖和杨颖通常会互相送上生日祝福,甚至有一年,杨颖为了庆祝杨颖的生日,不惜裁剪了合照中的妮妮。 哪怕到了去年,在风马修事件之前,杨颖和杨颖似乎已经感情生变,两人在对方生日时并没有发动态祝福,但还是会在评论区为对方庆生。 去年杨颖生日的时候,妮妮和张大大也都发吻为她庆生了。 然而,今年杨颖、妮妮和张大大都消失在了杨颖的社交圈中,这令人不禁感慨,明星之间的友谊是如此脆弱。 在风马修事件之前,杨颖和杨颖被认为是娱乐圈中的好闺蜜,常在各种公开场合互相陪伴,不仅座位坐在一起,后台合影更是常有。 然而,在这场事件之后,杨颖在内部娱乐圈的地位和影响已大不如前。 比如,前年的微博之夜上,杨颖还与杨幂、刘诗诗等人坐在一起,但到了去年的微博之夜,她依然消失。 尽管杨颖依然保持着八五花的头衔,但她目前在内部娱乐圈的资源和其他八五花相比相去深远。 不过,也有网友表示,虽然目前的众星人在国外,但杨颖在内狱的全面回归,或许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近日就有网友爆料,杨颖付出后的首部新剧《那个不为人知》的故事,或将合作当红小生李献。 作为备受关注的小生,李献不仅颜值高,演技也备受肯定。 尤其是在与刘亦菲合作的《去有风》的地方后,她的人气更是飙升。 若杨颖能与李献搭档,对她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。 毕竟,以李献过往作品中的表现,以及业界出色的影响力和人员,势必能在最大程度保证聚集的收视,热度底盘。 这对急需一部出圈作品来拿回人气和逆转口碑的杨颖,显然是最佳的主理。 要知道,杨颖虽然被解除了近年,但目前的处境却依旧十分尴尬。 在同期八五花全员开启新征程,在史上、影视等各个层面上,挤占了大量资源后,口碑尚未恢复的杨颖,已然没有了任何抗衡的资本。 本就以综艺安身立命的杨颖,同样也因为路人员的败坏,还能否回归国民综艺奔跑吧,也存在着太多不确定性。 尤其是在节目更新迭代,白鹿等新人强势崛起下,杨颖即便回归,或也将沦为配角。 曝光率显然是达不到过往水平的,因此杨颖想要在短时间回归一线,唯有在影视方面发力。 而谨慎的待播古装剧《相思力》就是杨颖最大的翻盘点。 若新剧《相思力》能顺利播出,为杨颖拉回一定路人员后,若还能合作里线进一步提升热度,那杨颖回归人气巅峰的希望,无疑也将大大增加。 毕竟也有了作品加持,风评和口碑才能迅速逆转,热度也才会进一步提高。 再加上虽然不可避免的遭遇尴尬,但却仍有回归奔跑吧的可能,杨颖逆风翻盘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。 当然,杨颖与李线的合作是否能成真,一切还要以最后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。 作为曾经坐拥一亿粉丝的超强流量女星,如今却需要依靠他人和作品来赢回观众的喜爱。 对于杨颖来说,可谓真的是自食了恶果,让人非常唏嘘了。 毕竟,事实上憋毙翻车,风马秀只是个导火索罢了,他本人属于前科累累的那种。 杨颖1989年出生于上海,是一名混血儿,拥有四分之一的德国血统。 在13岁之前,他与外婆一起在上海生活,因为父母在香港工作,非常忙碌。 2002年,13岁的杨颖被父母接到香港生活,他转学进入圣母院书院读书。 在这所学校的第二年,杨颖认识了比自己大一届的学长魏时宗。 由于家境富裕,魏时宗带着杨颖享受各种娱乐活动,两人的恋情甜甜蜜蜜,然而这段感情并不长久。 随着魏时宗毕业,他们分手了。 与魏时宗分手后,杨颖对读书失去了兴趣。 她被香港的繁华迷住,渴望赚钱并获得名气。 然而对于一个缺乏人脉和资源的普通女孩来说,在香港实现名利双收并不容易。 但是杨颖并不亲眼放弃,她找到了自己的出路,成为一名模特。 没有资源的她创造了自己的机遇,她特意拍摄了一些写真照,并寄给了多家经纪公司,希望有人能够发现她的潜力,将她塑造成未来之星。 另一羊颖惊喜的是,周幽根这样一个拥有丰富时尚圈和娱乐圈资源的人看中了她。 周幽根签下了杨颖,并为她规划了一个日系写真模特的路线,身受80后90后宅男的喜爱。 为了提高杨颖的曝光度,周幽根还让她担任了一档儿童节目的主持人。 而在这个节目中,杨颖也开始了她的第三段恋情。 她的搭档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陈伟婷,两人在合作中逐渐萌生了暗意,他们偷偷地开始了恋情。 在爱情的热情下,两人甚至在同一部位闻上了相同的纹身。 然而,让陈伟婷没有想到的是,在她和杨颖分手之前,杨颖却被传出于其他男性的绯闻。 2007年,杨颖参与了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战的表演。 她与周杰伦在舞台上的亲密表演引发了绯闻。 尽管陈伟婷和杨颖并没有公开承认恋情,但圈内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。 于是,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八卦媒体跑去对陈伟婷说,周杰伦在追求杨颖。 听八卦媒体这么一说,陈伟婷故作镇定,她说真的假的呀,有周董看中是好事物。 周董都是有品味的人,这名安朱拉贝比是好东西。 我们不清楚陈伟婷说完这些话后,是否与杨颖发生了争执,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,杨颖和周杰伦的绯闻并未有后续。 外界传言,周杰伦的母亲并不满意杨颖,让陈伟婷感到难过的是,她不仅要受到女友的绯闻困扰,还要面对与女友的分手痛苦。 为了提升杨颖的知名度,周游根将她和最器重的模特熊带领送到了日本发展,他们在日本进行了个人形象管理并签约了日本公司。 然而,令杨颖感到无奈的是,尽管她在形象改造各方面取得了成功,但由于语言问题,熊带领最终回到了香港,而杨颖则独自留在日本继续拼搏。 自从签约日本经纪公司并成为安世奈美会的师妹后,杨颖在日本开始了新的征程,积极参与写真拍摄,MV制作以及文艺活动。 然而,就在她在日本拼搏的日子里,香港的熊带领却突然一跃成为一显明末。 经过周游根的精心运作,熊带领成为了郭富城风之子MV的女主角。 这一新闻更是被港媒报道为熊带领图城33小时,熊带领随之成为了未来的天王嫂,咖位迅速上升,各种资源不断涌入。 这一成就也促使周游根将杨颖从日本召回,希望让她复制熊带领的成功之路。 杨颖回到香港后,周游根将她和熊带领绑定在了一起,几乎所有熊带领参加的活动都能看到杨颖的身影。 甚至在熊带领受邀拍电影时,也会一带一将杨颖带进剧组。 2009年,杨颖和熊带领一同进入电影《花蹄喜事2010》的剧组。 这部电影由黄柏铭担任制片人和导演,黄子恒担任编剧,主要在内地拍摄。 剧中男演员主要有谷天乐、潘芝林和超姨等。 杨颖在片中扮演一名婚礼策划师,而熊带领则饰演她的闺蜜。 影片围绕两位女主角展开,探讨了友情、婚姻、家庭等主题。 在拍摄过程中,气氛轻松愉快,杨颖和熊带领的友谊也进一步加深。 剧组成员们也发现,两位女演员之间的默契十分出色,演技也得到了认可。 然而,电影上映后,外界对杨颖的表演提出了质疑。 有观众认为,她在影片中的表现略显深硬,没有完全融入角色。 这一点让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演技培训和提高。 尽管《花田喜事2010》并非一部票房大片,但对于杨颖来说,这是她在影视圈的一次尝试,也是一个重要的成长经历。 从那时起,她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演技,为自己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她开始积极参加演技培训课程,提高自己的表演技巧,同时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来锻炼演技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杨颖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演出机会,参演了多部电影诗剧和电影,不断积累经验,提高演技。 尽管她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,但她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。 观众开始认可她的演技,并逐渐接受她作为一名演员的身份。 然而,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,杨颖的个人生活也备受关注。 她的恋情一直是媒体和粉丝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她与不同的绯闻男友传得沸沸扬扬。 2015年,杨颖与黄晓明结婚。 虽然这段婚姻把杨颖与插足黄晓明恋情、小三等字眼挂钩, 但她与黄晓明的世纪婚礼,更是把她的身价提高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。 此后,凭借黄晓明的人脉,杨颖更是资源不断, 然而,她的演技也时常受人诟病,出道多年依然没有代表作。 反而拥有了抠图怪、假吃等一众骂名。 与黄晓明离婚后资源下跌,更是没有好作品。 如今,私自参加风马秀更是让她的路人员下跌严重, 能否回归还不得而知。 娱乐圈的新旧更替十分快,曾经自豪说出自己值八千万片酬的杨颖, 如今也不得不接受人种茶凉的现实了。 但即便如此,杨颖在娱乐圈的十余年里, 已经赚到了普通人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财富。 用媒体发出的两张明星收入排行榜可以看到。 杨颖在2017年的时候,身家累积已经超过14亿元。 在2017年之后,她又在短短4年期间赚到12亿元的。 加起来,她的身家已经近27亿元了。 之前,杨颖被拍到外出的时候, 曾拿过两个百万级的名牌包, 一个价值200万,一个价值100万。 她在上海和儿子所住的豪宅, 据传价值4个亿。 如此看来, 即便娱乐圈对杨颖再无情, 杨颖未来的生活在物质上 至少已经比很多普通人富足很多了。 如果后续能有作品半身, 再加上自己诚恳地面对风马秀争议, 那杨颖或也能彻底逆转口碑, 重回八五花一线, 再度迎来属于自己的事业高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